乡公所的建设工程执行效率如此低落 不仅乡亲就连乡代表们也是一个大问号 接着质询的乡代表陈静光 除了十分想自身前任乡长的实物经验 也质询认为就任将近一年半的乡长吴万德 公所的相关客室调动频繁 人事不稳定也影响了公所整体的执行力 乡长吴万德上任至今一年六个多月 所带领的公所团队各项乡镇建设工作 执行力低全乡有目共睹 乡公所执行效率低落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乡长陈静光呼吁质询 并且也分享他担任乡长任内的实物经验 都来对于公所所有同学人打电话给我 所有什么补助馆来是不是有意见 我从来没有意见 因为这几到上级的补助馆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那整体到就要把我去执行 让这些钱真的发为它最大的功能 我想这是我们要共同的博弈 除了乡长职务经验谈 乡代表陈静光也观察直询乡长吴万德 从上任以来 公所相关客室业务调动频繁 人事服务动不定 影响整体工作失气 执行力也减退 非瑞税乡之福 对于人事的一个培养 跟人事的一个移动 跟人员的一个资料的收集非常重要 一个科室主管是 乡长手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助手 如果长期的科室主管不在 真的是非常的 推展很多事物非常不容易 乡长代表陈静光也关注并提点 清安宫用地问题的真结 此外就有热水乡 武贺 纪录站 以及奇美布农 这三个部落聚会所 兴建计划进度 以及是否仍持续争取办理 部落小旅行 来提振 0403地震后的观光 还有期待突破解决的 瑞翔泡脚池 共水水泉问题 乡长吴万德 与相关客室主管 也逐一打询回复的同时 向代表陈静光 直询监督之余 提出诸多的解决方向 并与众心肠 勉励 共所团队 以及乡长吴万德 勇于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承担建设地方的责任 记者是玉兰瑞碎采访报道